第1264集 方平犹豫了一下 轻声道 和神教有关 我听天脚大人说 明廷大人去了一次神路外遇 好像和人王达成了一些协议 如今需要准备一番 可能不希望苦海再有变故 说着又笑道 啊 当然 此时距离我们还远 战无对神教也不甚了解 道兄是天云岛三代熟悉 应该知晓不少 道兄能否说说神教之事 小弟也好有点准备 神教 云生微微凝眉 很快笑道 这个我也知晓不多 不过应该比道兄多了解一些 神教出现很久了 早在天界堕毁 神教就诞生了 据说是帝皇之子 八王之中的昆王殿下建立 上次一战 神教三大护教出现 都是当年帝皇门下 三十六省中的强者 三大圣人级强者 方平惊呼一声 显然有些震撼 有些事强者们知道 不代表弱者也知道 方平伪装的战无 显然是不知情的 另外 神教还有八大护法 据说都是帝级强者 七十二神主 都是真神级强者 甚至传闻排名 靠前的几位神主 也是帝级强者 这么强 方平震撼 掩不住的惊骇 接着 眼底深处露出一抹羡慕之色 尼南班道 神教居然如此之强 出乎我的预料 可惜 可惜什么 方平轻轻摇头道 啊 没什么 只是觉得神教这么强 居然也无法一统三界 有些遗憾吧 若是三界一统 碧水岛是天庭正统 也许不会就此覆灭了 方平伤感道 昆王殿下既是皇者后裔 又是八王之一 那可是天庭正统 我避水岛 也是天庭正统 朕还是册封的 镇压苦海神岛之一 而今却是 哎 方平叹息 云生见状笑道 道兄 话也不能这么说 就算神教一统三界 昆王殿下也未必会按照 古天庭之位册封 方平轻笑道 都过去了 再贪无益 不过神教哪怕一统三界 也需要人手 神教我了解不多 却也知道神秘无比 中间八九品的强者 未必有多少 总会需要一些人支持吧 难道昆王殿下 还指望让那些真神地级 去管三界所事 这倒也是 云生说着 心中确实有些思量 战无现在是角的心腹 而角是明廷的心腹 战无也算一位重要人物了 还有 他说的明廷真君这次出手 和神教有关 又是指什么 此人需要拉拢进入神教吗 不过他对此人了解不多 外围成员倒也无所谓 怕就怕 战无刚表现出对神教 有些期待的态度 很快有人拉他入教 他是否会怀疑到自己头上 他倒不怕战无 关键战无联系了角和明廷 一旦暴露 那就麻烦了 再看看吧 云生心中有了判断 继续和方平闲谈了起来 天南海北的谈 方平都是说得少 听得多 和云生谈话的同时 方平其实也在探查四方 他想看看 天云岛是云生一人 是邪教徒还是都是 探查了一番 方平心中微微一动 他感应到了几处 有绝颠屏障存在的区域 他没敢深入探查 都是上了心 这些地方也许有些秘密 还有 云生恐怕很难和他说 太多关于邪教的事 对这些 自己还是不了解 容易暴露 方平心中思量着 如何能知道更多呢 他可没有探查记忆的手段 不过他也有别的手段 探查本源大道 云生不是绝颠 方平探查 他大概一无所知 本源大道往往会保留一些 极为重要的记忆片段 如其唤语 就保留了一些小时候 和命王一起习武 渴望成为强者的片段 命王也保留了一些 他习武初衷 以及和更王遭遇的片段 云生是否会保留一些 重要的记忆片段呢 方平心中想着 也不耽误 一位非绝颠武者再强 那也是有限的 方平探查 对方根本挡不住 也察觉不了 方平一边喝着茶水 一边向着大殿后方 好像在等待什么结果 却是沉寂沉入本源世界 迅速突入了云生的大道之中 父亲 您说祖师是 是神教水护法 方平刚进入本源大道 就听到了一声呢喃 有些意外 云生的本源大道中 一位青年和云生有些相似 应该是他年轻的时候 此刻正在和云非真君对话 是 天云岛本就是师尊的记忆 你师祖早在天界破碎之时 就与殿下有过联系 加入了神教 担任神教水护法 为父也是神教七十二神主之一 地非真君 方平听着微微挑眉 一窝子邪教徒 倒是比自己预期的更严重 天云地尊居然是邪教的水护法 八大护法之一 邪教还真是无孔不入啊 难怪云生这位九品敬舞者 可以担任神使 他父亲是神主 师祖是护法 可以算是神教的嫡系了 地位不会低 方平继续前行 很快又看到了一幕 这一幕在云生的大道中 占据了不小的一段 神教总部 方平凝眉 这是云生第一次 在云非真君的带领下 进入了神教总部的一幕 大道中的云生 震撼 羡慕 崇拜 敬畏 情绪极为复杂 一个大世界 天界 神教总部的确是天界碎片 可不单纯是碎片 而是一块巨大无比 甚至堪比一个世界的碎片 在这儿 生活着无数人类 在这儿 有无数国度存在 而他的父亲 云非真君在这儿 也有国度存在 在这儿 他比在天云岛更风光 神子 他是绝颠的后代 绝颠在神教有国度 他的父亲就是国度中的帝王 而他是真神之子 那一刻 云生都快沦陷了 权力 资源 地位 神教给他的比天云岛更多 天云岛毕竟是天云帝君的道场 而非他父亲的道场 从那以后 云生就时常会去邪教总部 而很快 方平就看到了让自己震动的一幕 天云岛有直通邪教的通道 是的 通道 方平迅速根据记忆中的情况 和云生大道中 呈现的环境对比了一下 马上有了结论 就在天云帝尊的寝宫之中 那边有直通邪教的通道 原来如此 难怪邪教这么多年没有暴露 这些护法也不曾暴露 原来还有这样的通道存在 短短的几百米道路 方平看到了许多东西 而且方平也看到了云生记忆中 那座恢弘无比的大殿 昆王殿 看到昆王殿的那一刻 哪怕方平没看到什么 却是意识到 天狗尸体要是在 恐怕就在这儿了 昆王应该不会带走天狗的尸体 天狗太强大了 哪怕死了 他的尸体气急也极为强烈 一般的储物界压根不可能储纳 应该就在这儿 方平心中有些判断 继续查看下去 不过看到的东西也渐渐变少 纵然如此 方平此刻对云生也多了不少了解 接下来就该准备抓捕云生 逼问一些东西 再干掉对方 冒充他的事了 希望邪教有我需要的东西 方平心中期盼 邪教干脆继承了天界一部分 方平觉得好东西不会少的 哪怕没好东西 对邪教多一些了解 也是好事 邪教的强者太神秘 谁也不知道 是不是就隐藏在自己身边 知晓一些人的身份 还是有必要的 他觉得 神教应该有这样的名册才对 当然 这东西也许在坤王手中 他未必会留下 不管如此 接触一下也无妨 方平有了决定 迅速从云生的本源大道中退出 就在方平继续和云生 闲谈套话的时候 里面不欢而散 脚愤愤不平地走了出来 猙獰的大脸上满是愤怒 明廷大人让你们停战 那就得停战 本座一定会如实回禀大人 谢王 你如此霸道 等着明廷大人找你清算 后方 谢王化身的中年 脸色阴沉得能滴水 天脚是疯了吗 让他退兵就算了 居然还要让他赔偿天云岛的损失 这太让他意外了 何止他 此刻云飞真君都意外的不行 停战就行 什么赔偿不赔偿的 我不在乎呀 天脚怎么回事 哪有这么帮忙的 云飞真君真想撕开他的脑袋看看 看看他怎么想的 这真的是明廷真君说的 他有些不信 很快云飞真君忽然有些懂了 就在此刻脚一边骂着 一边朝他传阴道 云飞真君 若是谢王不肯赔偿 那属于明廷大人的那份 恐怕得天云岛来除了 此刻云飞真君顿时懂了 心中有些哭笑不得 这是敲竹杠啊 合着谢王赔偿损失 不是赔偿给他们 而是赔偿给明廷真君 或者说 赔偿给他添脚的 胆子倒是不小 一个非真神居然敢勒索真神 可此刻 云飞真君却是有些异动 看谢王的意思 停战还是可以的 赔偿那是不可能的 事情就这么僵持下去 对他不利 不如自己拿出一部分的宝物 打翻了脚算了 大不了日后 再找他去清算好了 要不然 这么僵持下去 把谢王惹怒了 接下来大战继续 自己哪有机会回归神教 就在这时候 脚忽然看向谢王 冷哼道 谢王大人 现在本作要离开了 你不会半道上 杀妖谢奋吧 谢王脸色愈加难看了起来 脚有些过分了 他一个非绝颠 此刻频频挑衅他 真以为自己不敢杀他 不过脚的本意 可不是找他麻烦 环顾一圈 忽然道 云飞真君 你要不 护送本作一程如何 本作毕竟是 明廷大人的心腹 此次也是为了说何而来 一旦死在了半道上 明廷大人 可不会考虑是谢王杀的 还是天云岛杀的 云飞真君皱眉 他都想拍死这只妖兽了 让本作护送你 开什么玩笑 天云岛没有真神在 一旦谢王进攻天云岛 很有可能攻破 那时候 第七真君 是出手还是不出手 他可不能离开这 脚好像也意识到过分了 大大咧咧道 云飞大人为难那就算了 这样吧 让这个 这个云生送本作一程 他是你儿子 你天云岛 想必也不会借机 杀妖栽赃吧 云飞真君只能说 这金甲兽想的真多 他怎么可能 这时候节外生枝 可这脚贪生怕死 又贪财 偏偏鸣亭真君相信他 这也让云飞真君头疼 此刻云飞开口道 父亲 那孩儿就送天角统领离开 父亲放心便是 他也想探探底 探探鸣亭真君的底 探探脚的底 探探战王的底 送他们一程无防 谢王恐怕是不会出手的 哪怕出手 针对的也未必是自己 云飞真君文言考虑片刻 微微点头 那生儿 送天角统领他们 处万里海域 万里 这也是一个界限 太远了 也很容易迷失在禁忌海中 父子俩说着话 就要再次传音道 云飞大人 这赔偿一事 云飞真君差点没忍住 此刻脚又传音道 谢王恐怕是无心在战了 本作也算是为云飞真君 解了燃眉之急 这次更是劳实动众 难道连区区赔偿都无法满足 云飞压下心中的火气 迅速传音道 天角统领安心 云生送统领离去 会让统领满意的 脚得意洋洋地点点大脑袋 一副我让你儿子送我 就是让他带着好东西一起去的意思 云飞真君轻哼一声 现在有你张狂 等自己解决了目前的麻烦 有你好看的 明廷真君 很强吗 是 明廷真君起码有真神七八段的实力 可实力撑死了和地七相当 神教近期要不是混乱不堪 以神教的实力 区区明廷真君 也敢再苦海张狂 云飞真君没再多说 召唤云生到身边说了几句 很快便目送众人离去 岛外 脚迈着大步 一副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态度 嚣张地带着大队妖族离去 此刻 队伍中只有方平和云生是人类 云生下意识地和方平走到了一起 走着走着 方平传音道 道兄不用生气 天脚就是这性格 性格粗猛 并无太大恶意 小弟在天脚这边还有几分薄面 道兄有何想做的 可以通过小弟传达 云生略显意外道 颤无凶 云生并无小觑之意 不过战兄只是金身警 天脚统领好像对战兄刮目相看 方平自嘲道 啊 也没什么 天脚统领实力强悍 性格确实鲁莽 小弟毕竟比这些妖族多一些见识 说起来 就算这些妖族的军师吧 云生了然 难怪 他就感觉战无这个八品镜 地位有些高了 脚好像对他刮目相看 那些九品妖族好像也不敢招惹 现在倒是明白了 敢行脚把战无当军师来用了 方平说了一阵 众人也远离了仙道 方平忽然道 云兄 你灵石 不曾转化过神石吧 云生微微醋眉 很快笑道 当然不曾 所谓神石 就是精神力万和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